明穿越丛林求生 和对岸的世界更加恐怖 这里藤万丛生 巨兽横行 群魔乱舞 老大 你答应我吃烤龙肉的事情 什么时候能兑现 现在哈爷我的肚子有点饿了 这时不远处 正有一只三米多长的史前巨虫 往这边爬了过来 从他这身上的血纹来看 至少算是一头终极变异野兽 得来全不费功夫 烧烤自己乖乖送上门来了 哈爷抬头看去 当他看到巨虫那肥嘟嘟的身体 慢慢蠕动着爬过来时 口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错 这虫子的营养很丰富 蛋白质含量极高 虽然烤龙肉暂时吃不上 不过这时候能有这口吃的 哈爷我还是很满足的 老大盘了它 好 那你准备过碗瓢盆吧 看我过去捅他一万个透明窟窿 当我落在这只巨虫面前时 他先是一愣 再感觉到我的敌意后 吼叫着朝我冲撞了过来 真是过躁 我手握尖枪 朝他捅不去 尖枪在接触到他的屈翘时 发出了刺激的声响 好硬 这终极变异野兽的曲窍 比一般的岩石都要硬上几分 真的我手都骂了 这时史前巨虫 突然扬起扇身 嘴中开始不断聚集着能量 求生者 你太重了 他话音刚落 口中一盘散发着火焰的光球 瞬间朝我飞来 落小的求生者 一切都结束了 是吗 当火球比我还有半秒的时候 我打了个响指 能让护盾 待到爆炸过后 护盾中的能量几乎消耗殆尽 护盾也随着消失 怎么可能 我闭着眼 用意念发动体内的力量增幅 这时手臂上 顿时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当我用余光扫射了一下 周围燃烧着的丛林 立马目的冲天 你不知道放火烧山 牢底座穿吗 我往后一踏 冲上半空 然后握紧尖枪 瞄准巨虫的脑袋 能成为我的午餐 你可以吹一辈子了 去死吧 我不甘心 老大 好吃好吃 这虫子不但肉质鲜美 关键还是爆香的 对了 老大 我刚才看见那边 火光冲天的 你没事吧 问题不大 要不是老大我外挂多 今天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 可不能辜负老大的一片心意了 我望着几公里外的藤万鼠 眯起了眼睛 也不知道老纪文贵心 他们到了那里了没有 老大 等我们吃完 这顿烧烤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哈爷手中的烤肉香气四饮 引得树上的沸沸一阵骚动 突然 巨大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只几十米高的变异霸王龙 循着烤肉香味狂奔过来 怎么回事 今天午餐 竟然都会自己送上门来了 什么午餐 让哈爷我瞧瞧 老大 我的烤龙肉来了 给我盘他 不急 我们先躲起来静观其变 还有没有王法 这老六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抢我们的烧烤 在这个求生世界里 实力就是王法 你看他身上亮起的血纹 估计至少是个高级变异野兽 我们不能强攻 一定要直去 突然一股股血腥气味传来 凭借着超强的势力增幅 我看到了几公里外的丛林中 尸横遍野的景象 无头之珠 无头巨蟹 尸击如山 那里刚发生了一场屠杀 是什么去受造成的 我继续往前看去 发现在尸海的镜头 站着一头正在近视的变异吉龙 他正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 这头变异吉龙看上去体型 比眼前的霸王龙还要高大上许多 他们本就互为天敌 如果能借吉龙之手 嘎了这头霸王龙 那就会省去不少麻烦 哈爷 我们的机会来了 老大 你来安排 我都听你的 好 你把这瓶我秘制的烤肉 酱撒在那条虫子身上 这样香气会更加浓郁 到时候把那头变异吉龙吸引过来 让他们自相残杀 我们好坐收鱼翁之力 老大这招妙啊 嗯 沙龙 看什么看 哈爷我给你加点料 老大 完成任务 哦 好 等吧 一出好戏马上开始了 加了秘制烤肉酱果然有效 香气飘得更远了 吉龙嗅到了美食的诱物 立马向这边奔跑过来 快 两头史前恐龙相遇 眼神接触之处 迸发出了一场大战开始情的电光火石 霸王龙为了火石 率先发动进攻 朝吉龙狂奔过来 张开血口大口 就朝吉龙脖子咬去 吉龙脖子处 瞬间被撕开一个裂口 鲜血涌出 足见霸王龙这最强咬合力 可不是吹的 吉龙怒吼医生 愤怒向霸王龙手 紧接着两头巨兽 再次冲向彼此 血腥的厮杀在一起 吉龙占着体型大体力充沛的优势 将霸王龙的体力消耗殆尽 在霸王龙即将奄奄一息之际 吉龙一个华丽的手 将霸王龙拍飞了出去 当霸王龙倒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时 我清晰地看到了 他身上被撕裂的创伤 这就是强者之间的对决吗 这吉龙也太强了吧 这一击甩尾 估计这霸王龙的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 在看向吉龙时 他已经将战利品 先在嘴里扬长而去 老大 你这招借刀杀人 用得真是妙啊 好了 收一收你的彩虹屁 让老大我分解一下这头霸王龙 看看能不能爆剑好装备 老超出剃子刀 开始奔紫之后去受 恭喜你获得40吨紫色品阶的恐龙肉 恐龙肉不仅肉质鲜美 短时间内还可以大幅度增强力量和爆发力 恭喜你获得极品武器 紫色品阶的龙骨剑 该剑由霸王龙龙骨所画 可吸收异兽生命力 此剑乃同间武器中最强武器 没有之一 最强武器 可吸收异兽生命力 这不妥妥的一把隐穴剑 以后出门杀怪就不用带血瓶了 恭喜老大 贺喜老大 有了这把极品武器 从此走上 人生巅峰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一直都在巅峰的好吧